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沙官愈演愈烈 絕境中的中國人將揭竿而起 傳聞被證實 中共洗腦APP徐熙強國已爛尾 中共突取消日水產品限制 小粉紅破大防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9月21號 星期六 我們每天發布6到7個視頻 也會把通知發在副頻道的社區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主頻道和副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沙官愈演愈烈 絕境中的中國人將揭竿而起 9月5日 陝西省咸陽市公安局秦都分局發布一則懸賞通告 通告稱該局正在爭敗一起嚴重刑事案件 警察張志豪 馮龍 趙俊慶 張鵬飛 警衛衛等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於2024年7月19日潛逃 要求群眾發現這五個人立即舉報 懸賞金額為1至3萬元 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紀委書記魏介型的撰稿人之一王友群撰文說 上述懸賞通告至少有11個反常之處 1.沒有提案發的時間 2.沒有提案發的地點 3.沒有提嫌犯涉案的罪名 4.沒有提受害人的情況 5.沒有提受害人是否有財產損失 6.沒有提嫌犯的作案工具 作案手段 7.沒有提嫌犯可能往哪個方向逃走了 8.除了五個嫌犯的個人信息外 沒有提警方已掌握哪些其他有助於群眾協助查案的線索 9.直到嫌犯潛逃48天後才發布懸賞通告 10.沒有提警方為什麼在48天內對此重大刑事案件一直保持沉默 11.沒有提作案人是否吃槍 是否會對群眾生命財產造成威脅 正因為上述通告對案情刻意隱瞞 引發不少人猜測 很可能是某個官員及其全家被殺了 網上傳出消息稱 有公安內部人士透露 這五人屬於投火作案 他們搶劫了咸陽市副市長的家 並將其全家滅門 緊接著 網友發現 9月6日召開的中共咸陽市委八屆六次全會名單中 唯獨少了咸陽副市長毛鴻冰的名字 網上還有消息說 五名嫌疑人都是退伍老兵 並且受到軍方高層人士的保護 網友群說 根據上述懸賞通告中的11個反常之處 我個人判斷 很可能是咸陽市某個官員 也許包括他的家人被殺 作案者事先做了充分準備 事成之後立即逃之夭夭 以至於警方在嫌犯潛逃48天後 仍沒有抓到兇手 旅居歐洲的中國法律學者杜文表示 中共對這類事件為避免引發公眾對政府穩定性的質疑 或者產生社會動盪 甚至引發一種效仿的連鎖反應都不報的 杜文還舉了個他親身經歷的例子 2022年8月的時候 我被冤判關押在內蒙古庫赫浩特高度戒備監獄裡時 看到公告欄突然公布了多組懸賞徵集破案線索的告示 事情都過去十多年了 不僅不見公開媒體報導 而且還破不了案 杜文還稱 經濟惡化社會矛盾加劇 殺官仇官將會愈演愈烈 很多人說中國人懦弱 餓死也不會反抗中共等等 但實際上這麼多年來 逼到絕境時 中國人維權行為時不時會爆發的 在經濟出大問題的時候 中國絕對不缺那種揭竿而起的人物 傳聞被證實 中共洗腦APP學習強國已爛尾 五年前 中共推出給中國人洗腦的學習強國APP 強迫大量國人每天必須學習 並通過這一手段強化對中共黨魁的個人崇拜 9月17日 擁有30多萬粉絲的獨立學者高法林在社交媒體X平臺爆料 學習強國APP徹底結束 該消息在X平臺上被廣泛轉載 大紀元記者近日聯繫了中國多個省份的中共黨員 公務員或國企員工 確認該消息基本屬實 江西省人民醫院的一名醫護人員王剛所述的消息 與高法林基本一致 他9月19日告訴大紀元 學習強國的APP他們單位都卸載了 前天接到局裡通知 即日起 院裡不再考慮登陸學習強國的情況 廣東省陽江市某鎮綜合行政執法部門的一名工作人員張亮也表示 現在沒有要求學了 2022年就沒什麼要求了 有沒有要求主要在於領導意識 我們已經換過幾任領導了 安徽某地一小學老師方華表示 現在不強迫學習了 APP還可以使用 當時我們是有要求的 我總積分5萬了 他表示自己是黨員 已經學了4年多 只有一年因為生小孩才沒有學 還有陝西一網民和河南教育系統一工作人員都分別表示 現在沒有強迫學習和獲取積分的要求了 時事評論員橫河認為 停止強迫使用學習強國APP可能是習近平的權威受到打擊的一個結果 他對大紀元說 個人崇拜是這樣的 上得去但下不來 大家都捧他能捧上去 但是越捧越熱 他不會自動降溫的 如果降溫的話 那一定是出了什麼事 橫河舉例說 就像毛澤東當年把大躍進搞砸了 搞砸了以後就低調處理 然後讓別人走上前台 這時候毛澤東的權力實際上已經受到了很大的挫折 他推出主管的位置就是權力鬥爭的結果 所以引起他後來的報復 就是文化大革命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共同主席王軍濤則看法稍有不同 他對大紀元表示 停止強迫使用學習強國 這種決定別人不敢做 肯定是習本人做出的決定 那麼他有可能是被動的 也有可能是主動的 王軍濤說 搞個人崇拜主要是為了奪權 因為各個派系的大佬都是在高層 如果想搞掉它們 可以用個人崇拜以及黨的紀律要求 去瓦解這些大佬在中低層的基礎勢力 但現在這些大佬基本已經出局了 中共突取消日水產品限制 小粉紅破大方 阿波羅網記者孫瑞厚報導 深圳日本男童遇刺身亡後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對此事表態措辭嚴厲 認為這是極其卑劣的犯罪行為 此類事件絕對不能再發生 日本會嚴肅處理 與此同時 北京當局對日本福島核廢水排放及日本水產品進口問題的態度突然發生逆轉 9月20日 中日兩國宣布 就恢復日本水產品達成共識 中國將逐步恢復符合標準的日本水產品進口 中共外交部也稱 逐步恢復符合規定的日本水產品進口 對此 大量網民表示不滿 網民回覆 這讓我覺得之前抵制像個笑話 商務部門先吃 918剛過就這樣 不拿平民老百姓當回事嗎 領導吃我就吃 領導不吃我就不吃 僅跟領導沒錯的 這是達成了什麼利益交換 918剛過 有點著急了吧 不考慮民族情感嗎 昨天剛漫完日本 這就要吃日貨了 我這有點跟不上節奏啊 我覺得自己之前的抵制像個笑話 還能怎麼做呢 反正 我不會吃日料和日本海鮮 要進口你就進口 X平台上 獨立評論人蔡聖坤發帖說 一個日本小學生被害 換來日本水產品全面解禁 中共外交貌似又贏了一局 Officialio說 小學生之允 換水產解禁 外交棋盤 中共再勝局 網民倒計時則留言說 叫你恨你就恨 叫你愛你就愛 哪那麼多廢話呢 比爾托斯則表示 在中國只有老百姓把自己帶回事 只是連公民兩個字都不敢用在自己身上 陸建民認為 民粹這東西就像火 點起來容易 滅起來難 Paul Fink說 導演都說公了 一幫連和飯都沒有的群演還在那拍戲 今天副頻道的視頻是 湖南女財政廳長被殺 官方越描越黑 民間追真相 60倉庫 2萬噸導彈 彈藥訓爆 俄超級彈藥庫 托洛佩茨哀轟 烏取得最大勝利 整聯打到只剩兩人 俄軍哭求普京放過他 大量俄軍投降 車臣司令批可恥 您可以點擊視頻右上角來觀看 歡迎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傳播我們這位頻道 讓您的親朋好友 都能通過真實資訊超越同文層 做出最佳選擇 一些觀眾詢問如何找到副頻道 您可以在我們主頻道的首頁向下滑動 找到副頻道的圖標並點擊進入 此外 每個視頻描述下也有副頻道的訂閱和贊助鏈接 我們也會把副頻道的視頻內容通知發到主頻道社區 感謝大家的關注與支持 我們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 我們來請看 拍照 我們來看 拍照 我們來看 Kenneth還會